据说驾驶气垫船就能安全穿越雷区 并且在电影《红灯区》中 成龙为了救下小女孩惨遭气垫船碾压 但他爬起来后却依然健步如飞 因为大面积的气垫能分散船身的重量 可重达几百公斤的气垫船真的不会触发地雷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亲自驾驶气垫船穿越雷区 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了一艘全新的二手气垫船 并来到湖面开始练习驾驶技术 而这对于两个老司机来说完全是小儿科 等熟练陆地飘移的技术之后 接下来他们就能展开测试了 但由于保险公司不让他们用真地雷进行实验 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制作仿真地雷 亚当将压力传感器改装成了可调节的触发装置 一旦实验中检测到压力大于设定的数值 装置就会发出控制爆炸的信号 而吉米则用水管制作了代替炸药的空气泡 当他接收到触发装置的信号时 炮筒内的高压空气就会瞬间喷出 从而实现安全的爆炸效果 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性能 亚当往炮筒灌入了碎石和玻璃茶子 随后他们引爆了空气泡 壮观的爆炸效果让两人非常满意 之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 并选定了一块15乘以3米的区域作为雷区 同时他们计划在这块区域内沿着S型路线铺设地雷 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气垫船在通过雷区时 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地雷 可这样气垫船还能安全通过雷区吗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据说只要驾驶气垫船就能安全穿过雷区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决定划分一块场地进行采雷实验 下面吉米在机器的帮助下沿着计划的线路开始挖雷坑 而亚当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仿真地雷 并连接好上面的控制线路 以便能在测试的时候调整触发的压力大小 等所有地雷全部铺设好之后 他们往炮筒内灌入了面粉和碎玻璃 而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效果 爆破专家将触发预值设置为16公斤 然后亚当蒙着眼睛闯进了雷区 并且每颗被踩中的地雷都能被安全引爆 之后他们将触发压力提高到了136公斤 同时吉米驾驶汽车进行对照实验 结果如预想的一样 所有被压到的地雷全部发生了爆炸 那如果换成500斤的气垫船 又能否引爆地雷呢 接下来吉米驾驶气垫船向着雷区冲了过去 尽管船体压过了大多数地雷 但没有一个发生了爆炸 紧接着他们将地雷设置成反步兵模式 并且亚当还在中间进行了来回碾压 以给地雷更多的反应时间 可这次气垫船依然毫发无伤通过了雷区 为了测试气垫船防雷的极限值 他们最终将触发压力调整为2公斤 这样只需一个手指就能轻松将地雷引爆 可这次能否安全通过雷区呢 而测试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虽然气垫船加上几米的重量 已经超过预值的120倍 但地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因为气垫船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达到6.4平方米 以至于分散在每个地雷上的压力仅有27克 所以气垫船是可以安全通过雷区的 据说当车厢内的鸽子飞起来时 汽车的整体重量就会减小 因为起飞的鸽子没有接触车厢 也就不会对车子施加重力 可看似有理有据的说法真的符合实际吗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抓几只鸽子来进行测试 于是吉米偷偷在广场布下了陷阱 但没想到鸽子根本不吃这一套 所以他们只能买来两只幸运鸽 然后亚当制作了一个模拟车厢的透明容器 并且在底部安装了振动装置 它能让鸽子受到惊吓而飞起来 同时容器的下方有个电子秤 在测试时会显示重量的变化情况 但当亚当将鸽子放进去之后 由于容器空间太小的缘故 鸽子的翅膀无法施展开来 这就导致测读的树脂毫无意义 于是他们重新打造了更大的容器 而为了假装保护小动物 他们将海绵条安装在鸽草机的电机上 这样能在驱赶的同时减少对鸽子的伤害 可聪明的鸽子却一点也不给留言组面子 反而淡定地躲在角落 为确保实验的继续进行 他们请教了研究空气动力学的专家 并且专家表示 鸽子在起飞时会通过往下压缩空气来获得生力 而这与直升飞机的工作原理相同 于是吉米又用一操控的直升机代替鸽子进行了测试 但在密闭空间内蒋液会产出稳流 从而导致飞机不受控制 亚当为了让直升机平稳起飞 他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导轨装置 然后测得容器的重量为23.6公斤 那么直升机飞起来后 容器的重量会不会减小呢 然而当0.27公斤的飞机缓缓上升时 亚当却发现数值基本没变 此时吉米认为直升机被固定影响了实验的可靠性 于是他们决定用卡车进行大规模试验 看车厢内的鸽子能否影响汽车的重量 据说车厢内的鸽子飞起来会减轻汽车的重量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下面他们决定用卡车进行飞鸽实验 但为了方便观察鸽子的起飞状态 他们将车厢的正面装上了透明塑胶板 之后亚当把两只鸽子扔进了车厢 确认有足够的飞行空间后 两人在底部安装了驱赶装置 但这时鸽子却开心地玩耍起来 于是他们增加了一组驱赶装置 同时对角落和缝隙进行了修补 目的是让鸽子没有立足之处 为了更直观展现汽车重量的变化 本次实验他们将用压力传感器进行测量 因为它能在电脑上转换为连续的图表 并且测量精度达到了两克 可手上的两只鸽子 显然不能满足实验的数量要求 所以吉米计划再次尝试抓捕鸽子 希望以此挽回之前失败的面子 于是他用一只母鸽作为诱饵 企图设计出一局仙人跳 却没想到鸽子们早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司机 所以吉米只能拿出了捕鸟神器 但发射的声音却将它们全部吓跑 最终刘烟族只能认怂买来36只鸽子 等格兰安装并测试好车厢的重量之后 吉米将所有鸽子塞进了车厢 此时汽车的重量增加了5公斤 随后亚当启动了驱赶装置 并让鸽子腾空飞了起来 虽然起飞的时候数据有所波动 但整体重量基本保持不变 可不死心的吉米想用直升机再试一次 而由于直升机的造价过于昂贵 为避免自己失误造成天价赔偿 所以吉米决定让新来的实习生进行操作 然而当飞机刚起飞没意会 封闭空间产生的稳流就让飞机坠毁在地 尽管赔偿飞机的锅甩给了实习生 但实验结果却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显然起飞的鸽子并不能减少车厢的重量 因为鸽子飞行时会向下压缩空气 而空气会进一步下压车厢 所以不会改变汽车的重量 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烂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烷爆炸的威力 他们还制作了三个小型井盖 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烷气体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烷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吉米点燃了管道内的甲烷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烷被成功引爆 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 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吉米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烷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烷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据说下水道爆炸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决定引爆挖10吨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 吉米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 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柱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疼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